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天氣報告》 我是劉力森 香港今天轉吹一些西南風 比起過去一兩天我們吹著一些西北風 天氣已經沒有那麼熱 事實上今天看出去的天色方面都比較多雲 短暫時間有陽光 從雷達的影像可以見到 在內陸地區下午由於高溫的關係 所以引發了趙雨和雷暴 不過幸好這些趙雨和雷暴都沒有影響香港 看回氣溫方面 今天高溫在市區錄得32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都有34-35度 挺熱的 不過比起過去一兩天來講 已經沒有那麼高 從大範圍的衛星影像見到 這個雲團就是熱帶氣旋海棠 海棠在今早早已經在福建省福興市附近登陸 不過和它相關的一些雲團 今天覆蓋著華雲沿岸的地區 所以今天天色方面都比較多雲 我們預計海棠會繼續橫過福建省 並且繼續減弱 而在未來兩三天 我們仍然會受著西南氣流影響 從一些雲雨預報圖可以見到 和西南氣流相關的一些趙雨 相信在未來兩三天仍然會影響我們 所以天色方面我們仍然會有些趙雨 不過日後仍然會有些陽光 到了接近周末的時間 我們預計高空反氣旋會逐漸增強 所以到了接近周末的時間 中國東南部的天氣會好轉 到時我們會多一些陽光 詳細的天理預測會是這樣 如果將會大致多雲 明天有幾陣趙雨 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氛方面出去介乎28至32度 風方面吹和緩照清敬的西南風 初時離岸吹強風 展望看回隨後一兩天 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趙雨 好了 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